我們先去拍攝 我想同學都不是上去看的 學校要求這樣做 這些同學應該是看到畫面的 如果記得上課講過 就是政府應對電力供應的方法 我們剛才提及到政府的政策的問題 首先是它會維持能力的價格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政府會做的 是穩定價格 很多時候都是和電力公司簽證一些協議 第二樣東西會做的 就是做一個規劃 還有這個炎煤發電組合那裏 發電燃料組合的規劃 就是用多些天然氣減少一點 天然氣都是污染環境的 但是相對起上來就比較潔淨一些 還有所謂減排的規劃 如果上課記得的話 是講到各個國家自訂的減排標準 也提到京都議定書 是首個屬於減排的一個國際間協議 這個非常重要你要記的 就是說將那個二氧化電量 減到去1990年還要低5%的 這個內容其實很容易記的 但是當然了 那些同學如果記得的 上課也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那個京都協議書不是那麼成功 第一件事就是說一些主要的國家 就是拒絕簽 這些國家已經申明自己達不到目標的 第三件事也提到就是說一些發展中的國家 可以免除這個協議的規定 比如說中國就是一個例子 它排放那個二氧化電量 但是它不需要受到這個 京都協議書的約束 間接就導致這個京都協議書的失敗 你說失敗又不是完全是失敗的 因為始終它都是第一個提出減排協議的一個 國際間的一個條約來的 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 但是就 起碼先開頭 所以呢 那些同學要小心一點 如果別人的題目去問你 叫你評估那個京都協議書呢 那這些同學就要小心一點評價了 就不要一面倒說它因為很多原因 導致它失敗 然後說了原因出來 其實它都不是說真的完全是一個很嚴重的失敗 起碼就是一個國際間 決定減慢全球增溫的情形 當然了之後還有一個巴黎協議 巴黎協議就是延伸京都協議書的情形 那這些就要記一記了 就是那個實際具體的內容 因為京都協議書在很多個貨文 不只是這個都會再提到的 比如全球化的合作 都會再提這個京都協議書 所以這個你要記的 OK 好 上課也是提到 講到就是做一些減排規劃的 比如說脫流裝置 那些汽車裝一些過濾引擎 這個立例 比如說規管能源使用的法例 和相關措施 可以嗎 還有確保能源的安全性 OK 講到這裡 好 接下來 我們會講這個 個人是怎樣做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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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r 可以 Node 优优优独播剧场—— ...ensure the safety of energy by exploration,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and use of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and they will have a safer using of the energy, for example, to prevent the radiation leakage and oil power 9 leakage and explosion of the nuclear power, okay? ...to make sure ... ...for the individuals, how does the stakeholder, what's mean by stakeholders? That means the one that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on that issue, okay? The stakeholder. ...and we will talk about 持分者之間的 ... 持分者之間怎樣去處理能源問題 首先,個人來說,很簡單的就是 響應政府和環保組織的呼籲 做一個制約能源 例子,比如說家居日常的 這些很簡單的就是 家居個人生活上 使用多些自然光、自然風 把一些不用的電器就關掉 包括備用模式 現在的電器呢 很多時候有一個叫備用模式的 就是stand-by mode, okay? 很多的電器有這個stand-by mode 就是一個備用的模式 但是其實這件事就不是那麼好的 理論上呢 就應該關掉它 不過呢,實際上呢 我相信都沒有什麼人這樣做的了 那些電視機是會關掉的 你不看你關掉它 但是你要說拔開電掣 由那個stand-by mode 就是關掉它就難的 多數就像阿Sir家居 老實說的電器呢 都是很多時候關掉它就算的 不會特意拔開電掣的 你想想這麼多的電器 每次拔開它就更差 當然這個就提議了 始終suggestion的東西 就是見人見智了 他就建議那個備用模式 都應該是關掉它的 不要使用耗電的備用模式 但是在現實生活上是真的難的 好了,這個調節氣溫25.5度 政府定出來的溫度是 是比較適合一個 就是不會太冷或者太熱 不過夏天來的25.5度 其實都很熱的 好了,定期清洗隔網 隔塵網 因為可以令到那個能源利用 是更加有效的 更加 efficient 清潔 清潔,應該先為雪櫃解凍 減少煮食時間 這個商務的同學就未必想到 就是說 解凍,解得透徹一點 不用說開一個猛火 好了,使用節能的電器 這個就常見了 有些能源效益標籤 還有一些所謂電燈 就是一些LED燈 相對是省電一些的 這是家居生活 這些就很簡單的了 有時候都會再寫出來的 這些 不過就知道了 那時候寫 那時候可以知道怎樣寫 OK 好了 好了 For the individuals how the individuals should try to save energy we can just like this we will just in response to the appeal of the government and environmental group how individuals can do you can see this example for example they can do this measures at home for example fully use the natural light and wind for example just let the sun shine and we will use lesser light on the daytime OK if you just let the natural light come into the room come into the house of your home OK or switch off electrical appliances that are not in use especially avoid standby modes that consume energy that means you just pull off the socket from the from the electricity to turn off the standby mode OK set the temperature on 25.5 so that it is not too hot or too cold OK and clean the filters of air conditioners regularly to enhance their efficiency because it can use the energy more efficiency and less energy is raised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cooking we should deforce the food in advance so as to reduce cooking time that means we use lesser gas the natural gas to burn the food OK we can save the energy at the same time use energy saving electrical appliance appliance with green energy labels that means it is the energy efficient 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LED bulbs OK these are all you can do for the individuals individuals we can do to help to save the energy and save the environment OK and 接著 我們看看 家居日常 日常生活 可以怎樣指援能源 少一些樓梯 走多一些路 少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尤其是用一些大型集體運輸系統 大型集體運輸系統 指鐵路 巴士 因為它 比私家車裝得多人的 載限量多的 大家都是用的 燃油 可能是相約 當然巴士是會多一些的 因為它始終是重一些 和大格一些 但是相對起 你一架私家車 裝四五個人左右 七人車 裝七個 但是一架巴士 講一下 你都 至少七八十人以上的 就是 一架巴士等於你 載限量 載限量 就等於私家車的十幾倍 是不是 走的路段 一樣 是這麼多 自然是能夠 省油一點 是不是 用少一些能源 所以我們會鼓勵 一些人用這個集體運輸系統 比如說鐵駱 大家知道鐵駱 現在是電氣化的 是用電的 相對起 傳統的燒煤 就是 載限量 再限量多些 能源效率 也是高些的 如果買私家車 就選用我們說過 就是用一些 省油 電動車 又或者是 混合動力汽車 就是用兩種不同的燃料 行不行 不過我上次看過的實驗 就知道 混合動力汽車 其實就不太好賣 一些加油站 加氣站 是比較少的 但是電動車 是比較實際的 電動車 在香港現在都很流行 你在街上看到很多 Tesla 那些 好像有一個 車蓋那裏 好像有一個T字 那樣的符號 那個牌子 Tesla Tesla 很多車主都喜歡用的 因為它實在真的 不用入油 電力也都可以用到 兩三天的 那是幾方便的 那 好了 那這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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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加車時呢 可以接載更多乘客 還有等候時呢 應該是停停息時的 那這些呢 就是日常生活可以做的 行不行 那兩方面可以做的事情 OK 那 所以 用 可以做的 很多 營水 用 如果是往下的, you should use the staircases instead of an accelerator, okay, or elevators wherever possible. Use more your foot, okay. Don't always have just take bus or take other transport. And here you can see you should walk or ride a bicycle. if transport is lit you should choose mass public transport such as railways because railways can have more can contain more people rather than the private car and it can save more energy than the private car in in the same distance because it can have more people inside the bus okay if we want to buy a private car we should choose one with high energy emissions or hybrid car or electric car actually hybrid car is not so efficient because there is there is there are not enough uh gas station or or the fuel station for the hybrid car but for the electric car it is quite common in hong kong now you can see on the street there are many tesla car have you heard of tesla tesla is the car company that produce the electric car okay it is an u.s company and it has a uh the industrial plant is in china okay we should carry more passengers when driving private cars the engine should be switched off when the car is ideal this prevents pollution and energy waste and as you see you can see this four points can you can write in the daily life how you can conserve energy okay 好了 那麼就 好了 個人呢 就做這些事情啦 好了 那麼企業可以怎樣做啊 企業可以怎樣省能源啊 企業妥善管理能源的使用啦 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能源使用 還有節省能源開支 又避免浪費啦 那怎麼樣可以做呢 什麼例子呢 企業的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那這個叫做Energy Audit的 叫做能源審核 什麼叫做能源審核呢 就是指對建築物的主要能源使用系統進行所謂的檢查 包括做空調裝置啦 照明系統啦 和升降機啦 如果有損耗的話呢 就是說要是維修的 就是定期 定時定後 看一下建築物的這些設施 空調 照明啊 升降機呢 會不會有需要更換 或者是可以改善的地方啦 那會查閱各能源使用系統的耗電記錄 能源的使用方式 改善能源效益的建議啦 確保建築物呢 能有效的使用能源的 當然啦 你住那裏就未必有的 如果是普遍的大廈呢 這個就沒有的 但是你上班的寫字樓呢 有些先進的地方呢 那些甲級寫字樓是會有這些東西的 他們會看回那個耗電記錄呢 看回改善啦 行不行 比如那個例子 發現門窗漏風 以至浪費冷氣的情況 便會提議業主或者管理公司維修啦 那這些就是例子啦 那希望那個 一來他們可以省到錢啦 就是用一些省電的能源啦 二來呢 就可以改善那個能源的使用啦 等等的 行不行 那又或者啦 做另一件事叫做綠色建築 就是在天台上建那些 譬如說花園啊那些這樣啊 但是這個呢 由於香港發生過幾宗呢 嚴重的意外啊 那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早兩年呢 成大的體育館上面呢 就曾經試過 整個體育館倒下來 幸好當時沒有什麼人啊 那個好像只是有人傷而已 就沒有人死的 因為剛剛那段時段就沒有人的 我不知道 記不記得有一宗這樣的新聞啊 這些同學 記不記得啊 讓我和我問一下啊 謝柯先生 記不記得有一宗這樣的新聞啊 在成大那裡 謝柯先生和我 謝柯先生 在那裡 記不記得有一宗新聞啊 就是成大的體育館 整個塌了下來啊 大概兩年前左右而已 不是很久的啊 兩年前也不是很久的 不是很久的啦 兩年前也不是很久的新聞啊 整個體育館的天花塌下來啊 就因為它上面做過的綠化工程做得 因為下雨呢 令到那個土壤含水量多啊 儲了一些水啊 令到重量增加呢 天台頂不住就塌了下來 自此之後呢 就綠化天台就受到阻礙了 那些公司啊 或者私人機構呢 都不是很敢做這件事啊 就怕這些 就是重量的情況會發生啊 那這個是阻礙了一個綠化的事件來的啊 因為老實說 說你應該真的 你整完之後啊 會倒閉啊 那些人就怕了 就不整啊 那包括做什麼呢 譬如說 這裡就是說 綠色建築包括什麼呢 除了剛才說的例子之外呢 就是剛才說的就是說 在樓宇頂沒有種植植物啊 降低大廈的溫度啊 那自從那件事發生了之後呢 那些公司啊 那些建築公司 都不是很想做這件事啊 那唯有做什麼呢 譬如說 你用自然風調節那個室內溫度啊 那這個呢 大家有沒有去過朗豪坊啊 應該有去過啊 你有沒有去過啊 它的特色就是說 旺角那個朗豪坊啊 那個商場啊 那個特色就是說 它有很多就是 玻璃的啊 那就可以讓那些陽光透進去 那就可以用少一些能源啊 用少一些能源啊 用少一些能源啊 那這個是它的特色來啦 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啦 OK 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應該看到了 its special needs of major energy system of a building including air conditioners, lights and elevators energy auditors review the energy consumption records and ways of using energy of different energy systems they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if they find there is the leakage of energy for example the cold air leaks from Windows they just suggest the property owner to repair it 這是一個例子的Energy Audit 另外,什麼可以做? 首先,他們可以看到 Green Buildings 他們可以看到 Green Buildings 它是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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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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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年來,更多建築的建築物 這裡的在國中規格選項 例如文化 和。這類型的圓圓 我們是在那個圓圓圓 為什麼用空間? 。這裡的圓圓層 在國中規格是有名的建築物 能量強山的建築物 從文字部位提供, 他們在文字中會顯示 這裡是有所以博物 他們看來有很多建築物 他們有照片的遊牌 看來有很多建築物 啊。 HDR night bubbles, ok and you can plant vegetation to lower the temperature but in the past in Hong Kong about two one to two years ago in the university of City University the roof are drowned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fall so these are lesser used again the vegetation plant on the roofs are lesser 因為地 Halls already broken in CTU several years ago 有一個少許綿�放在操作這次 可以用氧水壶作用水壶作為作用光 這是美麗的森林 是的 Green Buildings 不一定是屋頂 它可以在外牆種植物 總之令大廈的熱度減輕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做的例子 甚至可以用多些替代能源 例如太陽能板 光伏太陽能板 Solar panels are installed on the roof of buildings to make sure they can collect enough sunlight and replace the use of electricity OK 什麼意思了 Use appropriate building materials The roof and exterior walls of the building are made of materials with a low heat transmission way This reduces the use of air conditioning A light color in here environment Make the room much brighter And reduce the need for electric lights From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Just use some material that can reduce the use of air conditioning 甚至乎用一些所謂自動的系統 Use intelligent system Use automatic switch system Use automatic switch system Lighting system with sensors Which can switch off the lights when they are not in use 那這個我想大家都經過了 就是帶過那些電梯啊 或者那些電梯啊 或者那些電梯啊 它才著燈的 就是平時沒有人用的時候呢 它就停了在那裡的 機場啊 這些都是都有這些的了 就是那些運輸帶有人走的 有人接觸到有人走的 它才會動的 平時就置空在那裡的 那就可以省能源啊 OK 那這些都是一些例子 就是企業可以用的 那中文來說 除了說 利用自然風 利用自然光之外呢 或者是天海種植物之外呢 還有什麼呢 可以用再生能源啊 包括了太陽能電磁板 那當然了 甚至乎現在呢 都鼓勵那些鄉村啊 或者是香港啊 就算如果我們見過的廣告呢 就是說裝這些 太陽能電磁板呢 其實都是一門生意來的 那基本上呢 就是說 可以確保那個住戶呢 交少一些電費啊 那甚至乎呢 有這個 可以將這些電買 如果在外國來說 甚至乎可以將這些電賣給別人的 那就是自己裝了之後呢 如果儲了足夠的電腦 自己用之外呢 也都可以將這些電賣給別人的 那就是外國的使用就普遍一些 香港就剛剛起步了 好了 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做呢 所以綠色建築 就是說用那個合適的建築材料 包括了 全熱度較低的建築材料 以減輕用那個空調的時間 淺色的室內環境 增加明暗度 有助減用電燈 很多人說 為什麼要用白色啊 黃色啊 就是那個光度 是比較 真是 就是怎樣說呢 就是用少一些燈 可以在日常的時候 所以很多人家裡呢 就都是比較油的比較淺色的 就是內環 深色不是說沒有啊 不過很少咯 就是自己家裡啊 那我相信這些同學的家裡 大部份 家裡不是黃毅白的 就是這些牆身 如果沒有貼牆身 有貼牆身 當然是另一回事 OK 目的都是說 用少一點的電力 甚至是安裝一些智能系統 就是走過就會懂得 就是沒有人走 雖然沒有人走 他就會懂 有人走 他就會著 那這些都是一些例子來的 那基本上呢 這個 有沒有問題先啊 講完了 這一波 關於那個能源那個 跟著有一個延伸章節 就是關於那個可持發展的 這個有沒有問題先啊 關於能源這裡 有沒有任何同學 人 Polyx肥性淃餌 那 medically 如果沒有任何任何問題 你們需要的話 幹於發展的 劇性淃養 formula 這是對計程後勒 這個務方sung沒有任何程序 沒有 繼續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一位跟班 雖然在說了 多了一點 A本書有個問題,就有很多例子 有沒有問題啊?這些同學,有問題就問我 沒有啊,沒有問題就繼續下 有沒有同學有問題啊?關於這裏 真的沒有啊,沒有啊,繼續下 好,接著呢,就講一下和能源有關的一個 Example 啦,不是Example,一個 Extended Chapter OK,We just continue to have the Energy topic And this is call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s quite important As we just mentioned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Mental conservation And we need to how we can conserve the energy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K? 好了,當然了,可持續發展定義 這個麻煩同學真的要記一記定義 這個經常性 經常性都會問的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a common asked question in the examinatio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ease remember the definition of it OK? 好了,那我定義是什麼呢? 麻煩所有同學 這個要背一背 尤其是下面這兩句 就是一定要說出來的 人家問你什麼叫可持續發展 那我源頭呢 就在87年 聯合國世界環境的發展委員會 在一份報告裡面 那份報告就叫我們共同未來 那這些當然啦 你不記得沒有所謂的 但是它定義下面這兩句呢 麻煩同學背了它 可以嗎? 兩句而已是不是?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既能滿足當今的需求 就是說 現在的需求 同時又無損未來世代 就是你的下一代 滿足其需求的長期發展模式 就是說 他們都有他們的需求的嘛 是不是? 那你發展現今的狀況之餘 不會影響到你的下一代 你的下一代 都可以繼續用這個資源的 當然這個所謂的資源的東西呢 就包括很多方面的 無論是水啊 食物啊 風啊 等等等等 太陽能啊 這些全部 我們都是歸納的資源 這些資源呢 除了你現在可以滿足到之外呢 你下一代都可以滿足到的 當然了 除了我們經常說 可持續發展 什麼叫做可持續發展呢 就是另一個意思呢 就是說 你發展經濟之餘呢 不會破壞到環境 不會破壞到環境的 而這個 這個狀況呢 可以讓你的後世子孫是繼續用的 利用的 那這個就是可持續發展的 最簡單的一個定義了 行不行? OK 首先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記住 我們要記住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這是非常重要的 concept 你必須記住 要記住 它是 always asked 在採訪 OK 而且 甚至 英文 有些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ways 這個 OK 所以 記住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origi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come from 1987 it is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oint out in the report a common future t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at means the needs of the pleasant OK what is the mean by needs of the present that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d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no environmental damage even if you ha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you noti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s just two contradiction concepts s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m you can develop the economic at the one time and at the other time you can conserve your environment OK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啊 SON 明明聽到啊 SON 聽到啊 SON SON Are you here 喂 喂 你聽到 應一應我哦 如果不是我以為你走了去我了 啊 走了去那些 當你 啊 啊 you are here you understand what it's mean by u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finition sort of 啊 you underst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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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reall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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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means development hav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t the one time and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t degrade your environment normally if you just uh continue to ha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you usually would endanger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ans you develop the economic at the one tim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would not degrade your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uh if you want the city to be prosper okay you must use the energy if you use more energy then you will extract resource from the ground is it right SON is it right SON is it right SON have you hear me i i hear i hear yes yes i mean if you just extract energy from the ground you would degrade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economic use you would use energy you need to extract energy is the reality but actually if we propo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at means you extract energy at the one time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will not degrade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the concep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i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that means your future generation you can still use the energy in the future 阿尼哈 明白阿尼哈 除了滿足現今的需求之下 也都無損你的未來世代 就是你的子孫 那個 對 資源那個的需求 就是說 用資源之外 也都不會破壞到環境的 對環境的傷害呢 就減至最低 同一時間呢 你又可以發展到經濟的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多時候 有些環保團體 有些 為了保護那個環境呢 就令到經濟發展不停 這樣又不行的 你想想是不是 就是整個社會沒有進步的 你不可以每次都說保護環境 那樣又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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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你說不可以採煤的 那你的電力在哪裡來呢 你不用汽車的話 你不燃煤 不燃這個石油的話 那你的物流運輸在哪裡來呢 就是說 怎樣在兩者之間 環境和經濟 這個重要了 經濟和環境之間取得平衡呢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呢 正正是 可持續發展所提到的東西 那當然啦 我們講 我們講呢 很多時候呢 除了說經濟環境之外呢 還有第三樣東西的 就是社會了 經濟 所以可持續發展 所以你之後呢 會經常見到 有個圈子 有個圈子 就是經濟 社會 和環境 三者之間 怎樣去做到一個平衡呢 經濟 社會 環境 就是 三者的平衡呢 就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就是 大家知道 基本上知道呢 就是說 你要發展經濟的話 你的環境 就通常呢 就會變差的 那 那 那 經濟和社會呢 都有個很重要的關係 你經濟變好 那其他那些呢 就 都要顧及的 是不是 社會 社會是指些什麼呢 社會是指那個 社會的一些公義 一些構成 可以嗎 那 譬如你的社會 究竟是公不公平呢 有些社會貧富懸殊的 那這個就是不公平的社會 可以嗎 好了 環境那方面不用說了 這個最簡單的 就是說 基本上你要保護環境 就是說 三者怎樣取得一個所謂平衡 平衡呢 就是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個意思 你發展到經濟 經濟之餘呢 就保護到環境 社會又安樂的 社會的人呢 又有工作的 又收入的 譬如現在 譬如新冠肺炎影響之下呢 昨天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看這個 無線那個 叫做什麼鬼啊 星期日檔案 是的 講到 講到 在這個疫情之下呢 很多人失業 沒有什麼做 很多人不知道 那些打工仔弊 那些老闆都弊的 其實因為租金啊 很多的成本啊 都是重淡來的 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左袋右袋 拚不到錢出來 又沒有生意 那樣 變了很多 倒閉了 那樣 那如果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社會是處於一個 不穩定的狀況呢 那其實不是那麼好的事來的 好了 那簡單來說 所以呢 我們講到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呢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講到尾呢 都是說社會經濟環境 怎樣做到一個平衡 令你 可以享受到 支援 同樣 可以享受到這個利益 那這個呢 就是可持續發展 我們講的 最常講的 我們叫做定義啦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先啦 那46分啦 那就 今天講到這個先啦 講到可持續發展的定義 能源那裡有沒有問題先 能源呢 基本上就是講這些了 英文還沒講 先講英文 OK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s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is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leasant the pleasant is importa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 原мет generating generation, which is profitous, that means at least using WE can use the economic prosper. We can have the economic prosper, and we do not degrade our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our our generation can still continue to use this resource. It's call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way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ways means in the economic aspect economic aspect the social aspect and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 oh because i'm using the mouse so it is not good to write things okay they are all have close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we should not degrade any of this aspect okay we should continue to keep all three aspects in a balanced condition so that our generation can still use the resource you understand what i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is the free aspect to be balanced and our next generation can still use the resource oka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concept here 好了 今天到此為止 先回看同學 今天可能 總之這兩天我會做多一份的 應該一份 希望 加上差不多十份的了 十份功課了 兩個月時間 其實都是個禮拜 兩三個月時間 都是個禮拜一份的 除了一份 怎樣都好 麻煩同學 趁這個復活節假完成好給我了 一些功課 行不行 因為考試真的會計的 和你計算一份份的 你不加就少一份份 對你自己升班 或者是 考試排名都有影響的 okay 好了 今天到此為止 因為阿Sir下課也要上課了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那些同學可以下課的了 okay 拜拜